看电影找旭哥 住你买房又买车 大家好 我是神刀旭哥 这个小男孩非常喜悦性 他还只剩画啥就会发生啥 这天一个心理医生给他看病 小男孩好像不太开心呢 就拿笔开始画上了 这时呢 医生的车里出现了一个苍蝇 那他也没当回事 就继续开 随后苍蝇搜一下钻在耳朵里了 这一声躺得够呛啊 而此时他的脚也不受控制了 往此踹入门 男孩继续画 大夫继续开 画开画开 然后哐的一声小男孩画完了 而医生的脸被树枝穿透 当场去世了 大夫心思 我来给你做心理辅导 你去想把我穿成烧烤 我说话说没就没呀 今天续哥冷家看一部 2020年西班牙恐怖片 阴生 要说这西班牙的精恐怖片 真是没点我失望过 每次结局都给你个精天大彩蛋 话不说咱正事 开始 刻一即刻勒梦呢 咱听续哥 慢慢说 嗯 话说三个一家 刚买了一个大别野 看这规模 不装点鬼都浪费了 别问为啥不买小的 因为买小的呀 对我咳嗽 这房子有多大呢 这么跟你说吧 在楼下喊 楼上都听不着 所以他一家三狗 必须用对讲机沟通 这天呢 鸭蛋给儿子洗澡 狗蛋说 我爸为啥个人我呀 谁跟你说的 我爸呗 用对讲机说的 别跟他拔下 你爸爱你还来不及呢 咋能个人呢 由于狗蛋经常说胡话 他妈就找来心理医生 给他看看 没成想啊 让狗蛋给化死了 这天晚上啊 三哥听见外边有声音 他一看 是永迟门开了 就出去关上 回来的时候啊 发现对讲机响了 三哥一听 这玩的又说胡话了 而狗蛋对讲机里 有人唱歌 这时 他看你个鬼影 下来他赶紧装被窝里了 第二天晚上 鸭蛋又听见外边有声音 三哥 永迟门开了 你出去关上 三哥迷糊就下楼了 但是 他发现他家大门 被谁打开了 下来三哥啊 赶紧把枪拿出来了 他出去一看 也没有人啊 这时 他看见地上 有件狗蛋的衣服 三哥就赶紧出去找儿子 结果来到永迟一看 狗蛋居然被淹死 我以为啊 狗蛋这么牛逼 那得是主角呢 结果自己还先挂了 哎 你说是你不人接 他俩就这么一个儿子 狗蛋一死啊 这两口子全崩溃了 狗蛋实在受不了打击 就暂时回娘家住了 三哥说 你先走吧 等我把房子装修完 我就卖他 马上啊 三哥看儿子生前的录像 顺便给狗蛋发了一条语音 但是第二天他醒了 狗蛋说 你昨天给我发的啥呀 屋里这么吵呢 三哥一听 管里边滋啦滋啦的 于是呢 他用电脑把音笔放大 这给三哥下一局预订 于是赶紧找到 驱魔人老孙头 第二天呢 老孙头领女儿就过去了 在屋里加了各种设备 他爹负责采集 女儿负责在后台监视 爹呀 你让三哥先除去 别在屋里打点乱 老孙头说呀 他也没点屋啊 他也歪着坐着呢 小红切回正常画面 房间里没有人 切到热成像 床上就坐给人 于是呢 他赶紧让他爹过去看看 爹呀 你赶紧走 就在你跟前呢 老孙头一看 这啥也没有啊 这时耳机里传来奇怪的声音 关掉 关掉 这给老孙头下一机灵 完事以后啊 就跟三哥说 你家有鬼啊 这高低得加二百个钱 马上大家都睡着了 老孙头做个噩梦 忽悠一下就行了 这时呢 他翻门口有人招问他 老孙头就跟着去了 他一进屋啊 当场就懵了 他看见去世的媳妇 在那做饭呢 老孙头心思啊 我不是在做梦吧 于是呢 他媳妇倒了杯红酒说 老公啊 我都想死你了 你不想我吗 想 偶偶想啊 这时 他媳妇拿出了一把刀 照老孙头的手腕就开始拉 爸呀 你干啥呢 原来 这一切都是老孙头的幻觉 第二天一早啊 树上挂了很多死猫 老孙头也不知道咋的事 就让三哥给埋了 这时 家大的电话响了 他一接啊 居然是儿子的声音 妈呀 我在床底下呢 快来救我呀 家大听完呢 就赶紧回家了 他爬床底一看 啥也没有啊 他刚要走 发现儿子在地下坐着呢 家大过去刚想要摸 儿子掃下钻床底下去了 他爬下一看 居然有一双脚 起来一看 还啥也没有 爬下有脚 起来没有 爬下 哎 脚还没了 这边老孙头查了资料 说这些死猫是一种威胁 用来警告入侵的外来者 小红说呀 三百年前 这栋房子是个法庭 专门用来惩罚女巫的 就在这时 原来 鸭蛋上吊自杀了 这三哥也太惨了 前脚儿子刚没 后脚媳妇做黑 老孙头说 没事儿啊 罗三 只要咱们找到女巫的尸体 一切就解决了 于是呢 三哥跑开了 那个带苍蝇的墙 里边有个地压室 他砸亲戚一看 果然发现了一个 女巫的尸体 对 就是他整的 传说女巫死后 尸体必须火化 否则就会危害人间 于是他们就回去找汽油 老孙头拿一桶汽油 先下去了 让女儿守在门口 但是 当老孙头下去以后 竟然发现 女巫消失了 这时 他那破手电筒 还不好使了 一直在那敲啊敲啊 等手电筒好使了 女巫又找不着了 哎 你就神奇不忍解 小红听这声啊 就赶紧招呼他吧 这时 他听见身后好像有人 走过去看 居然是自己死去的母亲 红啊 你都长这么大了 快来让妈歇歇 小红还是挺聪明的 识破了女巫的障眼法 很快就到了三哥 三哥在那找汽油呢 突然 一个小球鼓了进来了 三哥就过去看看 这时 他被一个人拔了一下 随后呢 女巫就现身了 你们可能寻思 为啥这次女巫 不用障眼法了呢 因为啊 这时 牙袋抱海子出现了 三哥 你一定要阻止他呀 三哥说 你放心吧 我肯定替你们报仇 老孙头这边啊 终于找到了女巫的尸体 就往上浇气油 这时 他听见有人唱歌 但是光太刺眼了 啥也看不着啊 就继续回去浇气油 爸爸 看这样 小红也中邪了 没招呼了 老孙头把枪拿起来了 红啊 你别逼我啊 三哥这边也中邪了 拿着汽油就往山上浇 眼瞅就要点火了 关键的时刻 就这样 三哥和小红得救了 老孙头也没啥答案 故事到这呢 也就结束了 那该有多好啊 三哥来到儿子的房间 看见墙上的画 他一看 不对劲啊 狗蛋画的画 每张都应验了 就差到手里这张了 这时对讲机箱 三哥一看啊 原来那天晚上 牛把苍蝇吐进了三哥的耳朵里 三哥一下就中邪了 半夜把儿子扔进了泳池 强行的淹死了 然后继续回到床上睡觉 得知真相以后啊 三哥实在受不了了 就开枪自尽了 尔特迭自杀的画面 其实狗蛋早就画出来了 故事到这呢 也就结束了 你看我说吧 西班牙的片没那么简单 结尾总能给你一些惊喜 但是这个片可不是惊喜啊 那真是惊吓呀 老科的功夫 要他熬下去干出来了 能够下一句呢 根本就不给你准备的时间 这才能受不了啊 想看原片呢 千万别自己看啊 至少三个人以上配合 别说我没提醒你啊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关注和转发 独乐了不如重乐了 我们下期再见